hello大家好 我是风云乌鸦 《青黄小王子》的第六集大家应该已经看了 看完过后我去网上看一下评论 大家对第六集的评价大部分都还是好的 看来大家在承受了前几集的摧残之后 已经对第六集的期望值很低了 所以才会这么容易就满足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 从剧情风版度以及画风 两个方面来看一下 这第六集比前几集到底好在哪里 第六集相比上第五集一集暴杀希腊 第六集的内容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充裕了 幸春和真田对战澳大利亚的时候 这个比赛居然做了整整14分钟 虽然还是给人一种狠敢的感觉 比如说前一秒还是1比1下一秒 黑洞的转被反击回来就直接变成1比5了 但是这一集该有的对话 该有的特效 该有的回忆 该有的嘴炮 一有即有 1比5落后7比5翻盘 这场本来在原作中很突兀的比赛 动画组为什么会如此详细的刻画 我想原意只有一个 人技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上一场都是些什么角色 大石 月之 海带 原野 重导 人气最高的就是海带 但是看过原著的都知道 对战希腊队剧情的核心点在高中生身上 动画组可能是知道高中生人气普遍比较低 外加小海带那一场 小海带本身也没有太多的戏份 所以才会很粗畅的就过去了 所以 按照这个规律来看的话 后面重导生主体的比赛 估计戏份都会有不少 尤其是这俩 二 画风虽然依旧熄碎 但是小时候的新春和真田实在是太可爱了 而且这一段看下来全世界居然都没有风 属实是非常难得 像比较长大后的特效 呃 这是什么武王线特效 我非常怀疑 回忆片段和比赛片段是不是两个制作的做的 尤其是后面的一场 仁王和姬布相互变回来 姬布不一开始把头套甩掉然后变回自己吗 这里就要用的是和仁王一样的特效 难道姬布也会坏化了吗 稍微走点心好不好 诶 我不是说要吹的吗 怎么又开始噴起来了 OK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评论区 有一个观众说 金费全部拿去做主题曲和请神游了怕是 全动画唯一没有崩的就是主题曲 我非常同意 主题曲还是相当在线的 神游也是 我一般看其他动画都会跳掉片头去 因为剧情更加重要一点 但是在看网王 我每一集主题曲我都听完 我想说的是 相比较剧情 最精细的画风都在OP里了 看网王不就看颜值吗 我为什么要跳OP呢 还有一个观众对手种的心酸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教述 我看到这个评论 诶 手种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他还没有杀青 美国和德国是不是有必要去争夺一下第三名 美国有戏份的都是高中生 所以手种会不会对上一个高中生 这样戏份会不会有很多 诶 值得期待一下的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您给我点个赞点个关注 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